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收盘收在10741点 所以从盘中的低点10651点拉上来 拉了有90多点之多了 所以收盘的指数是从一度盘中跌点超过100点 收链到只有44点 所以相对而言 就是有守住低点的机会了 但感觉上面还是弱 因为今天是以跳空56点的方式 这个低盘开出来 那今天的成交量1409亿 那这个详细的行情 等一下我们再跟听众朋友来报告 不过看到盘后法人操作的情况 这个原本这个收盘稍微恢复一点信心 恐怕心又凉了 因为法人还是继续站在卖方 尤其是外资 这个卖压是源源不绝了 今天集中交易厂外资再卖了超过60亿 所以这个卖压可以讲说是相当的重 怪不得这个盘市就是持续的直直落 不过今天留下的下影线还蛮明显的 这个倒是有没有机会使得明后天 有走稳的机会呢 这等一下我们6点到7点再来谈了 那今天礼拜二生活与财富的时间 我们今天有直播了 所以听众朋友上我们698官方粉丝团 脸书你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画面 在我旁边的是台北农民总医院 眼神经科的郑慧珍医师 郑医师您好 阮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郑医师我们一般讲眼科就眼科嘛 为什么农总还有一个眼神经科啊 基本上其实眼科范畴也是非常非常大 那眼睛大家看虽然小小一颗 但是从其实从前到后都是有非常不同的专门 像比如说最前面最最前前前方 大家看到透明的地方它叫做角膜 所以就真的有一个角膜科 那角膜的外面大家看到眼皮的地方呢 这个眼皮它又有一个专门的科哦 就叫做眼角形科 就是我们眼科界里面的整形外科 那其实在往后面走的话呢 像是后面的有视网膜跟视神经 视网膜的部分就叫做视网膜科 那视神经的话呢就更复杂 它还分两种 那一种其实视神经疾病有很多 那有一个叫做清光眼 但因为清光眼它的市场本身实在是太大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 所以基本上有一群专家 它是专门做清光眼的部分 那另外除了清光眼其他的 其他以外的视神经病变 或是其实视神经是一路走到后面的脑部 那其实它非常非常的长 这个其他的部分呢 就是归我们眼神经科来照顾这样子 那我本身是做眼神经科的部分 OK好 所以这是大医院才可以分这么多科 对不对 如果一般我们到中小型医院 就是一个招牌就叫做眼科了 对对就一起看 好所以说龙总光眼科 就分了这么多 是 这个不同的部门 很细 很细 好那所以 呃 郑医生您是专门在眼神经科这部分 对不对 是的 那眼神经科 呃 我们最主要看什么样方面的疾病呢 眼神经科基本上 嗯 大家可以想象成一个大杂烩 哈哈哈哈 基本上 很多病都可以归你就对了 呃 我们的角色比较像是 就是呃 呃 比如说 大家可能最后 比较不了解的疾病 对 或是最常见的是一些 找不明原因的 视力丧失的话 嗯 在一般的地方 或是其他专科觉得 暂时找不出原因的话 大概就会送来我们这边 嗯 那我们这边主要 就把它归类为是神经的问题 对 那基本上我们会再帮他找一些后续的 可能的视力不好的的原因这样子 那但是这些原因可能都不是那么的常见 或是可能是跟脑部有关系 那我本科比较常见的视神经病变 比如就像是就像是比如说视神经中风啊 还是视神经发炎 嗯 或是说我们的视神经发炎也常常跟 比如说像脑部的一些多发性硬化症 有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我们这 我的这个科呢 它比较像是一个大杂会 就是希望 疑难杂症都来找你了 呃对 希望可以帮大家解决问题 那我这边可能会再跟内科 像是神经内科 他们那边的关系会再更紧密一些 好 就是说比如说 呃他是白内障就很明确白内障 对 清光眼就很明确清光眼 是 是 好 那那个都都都就是去找别别的意思了 诶 有各自的专家 有各自专家 然后呢 那个找不出原因的话就归你了 呃就我们来为大家服务这样子 是 好 所以这个眼的神经病变 或是说发炎 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很头痛 跟很困扰的事情 就像你刚刚讲的嘛 我谈到一个很专有名字 叫眼中风嘛 对不对 是 其实我们今天要来谈的一个话题 就是现在目前的空气污染 PM2.5 越来越严重 好 比如说今天听众朋友 你这个往窗外一看 我们电台呢 在26楼 我现在往窗外一看 这外面就是灰蒙蒙的一片 对不对 今天已经算好了 还可以看到一点点蓝天白云 前几天呢 更是灰蒙蒙的一片 夏天都这样子 冬天恐怕更严重 就是说我们在台湾的话 冬天的空气污染是比夏天还严重 因为没风嘛 有风的话 至少还可以吹一吹 可以散掉 没风的话 就聚集在那个地方 那这种空气污染 是不是会导致眼睛的问题呢 是肯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4月的时候 去一趟这个泰国啊 到曼谷去出差啊 回来啊 我就去眼科报道了 就为什么呢 因为我眼睛又红又肿 又痛又流眼泪 我在曼谷那个 最后一两天的时候 我就跑到药房去 赶快去买个眼药膏 擦一擦 他就跟我讲说 你这个发炎啊 叫我擦那个小支的眼药膏 擦也没什么用 回来赶快去眼科看 眼科医师说 哎你这个是角膜炎啊 害我折腾了一个礼拜 他就跟我讲说 角膜炎很容易传染给别人 你特别要小心一点 不要传染给家人 好所以空气污染 因为曼谷空气超污染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感染 可能是脏水弄到了 或是空气污染弄到了 好所以我肯定相信 这个空气污染 跟我们眼睛发炎 视神经的问题 是绝对有关的 不晓得郑医师 我这样直观的判断是对吗 你的观察其实非常的正确 像比如说 我们在眼科门征好了 一个最常见的时间点 就是冬天的时候 那冬天就像你讲的 因为空气它比较不流通 那再加上大陆的雾霾 它可能会飘下来 所以其实真的很明显的 在雾霾很重 那几天门诊量就会暴增 真的吗 就雾霾越远动 你门诊量就越大就对了 然后其实像我本人 其实我本人也很有感 我的眼睛其实蛮敏感的 所以那个空气好不好 我的眼睛就会告诉我 那那一阵真的 红眼睛的人会非常多 这样子 那当然其实就像你讲 节膜炎 它有很多的原因 包括比如说病毒感染 细菌感染 但是其实一些污染物 或是刺激物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那这个也是在文献上都是有相当的报道 真的是在空气污染很严重的时候 像是节膜炎的状况会增加 然后干眼症的人 他可能觉得症状更严重 那甚至像一些民众啊 因为眼睛不舒服 跑去挂急诊室的比例 其实也会上升的非常非常的高 了解 好所以这一是overall来讲的话 空气污染会造成什么样的眼睛的问题呢 这个大致哪几类呢 大致上其实就像刚刚讲 第一个 节膜炎大家最直观的 就像是你空气不好的时候 比如说可能气喘会发作 气管会不舒服 那眼睛的皮肤就是节膜 所以节膜第一个会很不舒服 那第二个就是说 本来干眼症的病人 他的眼睛的表面状况 就不是那么稳定了 那再加上一个空污的话 他其实就会更加的不舒服 所以这两个大概是族群最多 也是最常见的部分 了解 那再另外呢 其实又有人发现说啊 其实在空气污染变严重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 我们眼科医师其实可以 直接用一些方式 看到眼睛里面的血管 真的可以看到 血管他会收缩耶 真的 就是在空气污染的时候 血管他就受到刺激 然后他就会收缩起来 那眼睛的带氧量不就不够了吗 也许有可能 有人是这样子推论的 那其实在大概在前一阵子 我们医院也做了一部分的研究 就是用台湾的一些健保资料库的资料 然后再配合我们环保署 我们环保署其实他资料收集也是蛮好的 其实我们全台的空物监测站的那些资料 其实都可以去申请来做研究 那我们其实是发现说啊 在我们眼科中有个很讨厌的疾病 它叫做眼中风 眼睛会中风 眼睛会中风 就跟脑部会中风一样 其实心脏也 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也可以说中风 心脏中风就是像是心肌梗塞 这样子 就血管塞住了 对对对 所以眼睛的血管也会塞住 眼睛的血管也会塞住 跟你刚刚讲说空气污染会造成眼睛血管受缩 是有关系的吗 也许会有关系 因为真的有人发现到这件事情 那眼睛血管塞住会怎么样 眼睛血管 这个东西 其实说学术一点的话呢 我来讲一个学术名词 它叫做中心动脉的阻塞 造成的眼中风 这样子 那我们眼睛呢 它的血液循环其实是有两套 那这个中心动 中心视网膜动脉呢 就是很重要的 它是供应我们的 的这个 整个整个眼睛血管内层的一个很重要的血管 那你可以想象说 如果这条血管塞住的话 整个眼睛就缺血了 那眼睛 那眼睛平常的功能是什么 眼睛平常的功能就是拿来看东西 对不对 当你的血管塞住了之后 眼睛就失能了 眼睛的失能就是病人他会突然的看不见 会突然的吓掉啊 你可以这么说 讲白话一点 看不见就吓掉了 而且是很严重的吓掉 就眼睛就整个黑了 看不到东西了 或是说看得非常非常的差 我们平常说视力1.03 100分好了 可能病人来他只看到10分 只剩下0.1啊 甚至他只能看到手指头 或是他只能看到手在动 那最最最严重的就是一片黑 就是完全都没有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眼中风就是立刻就失明了 立刻就失明了 所以其实是非常 这很严重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疾病 就像就跟你脑中风一样 一样严重这样子 那其实说我们为什么会特别跑来研究这个主题 这个也不是我们凭空想象的 其实说真的在其他国家 像是欧美像是美国 他们其实在内科那一方面 他们已经对空气软有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了 在国外这个部分也是非常重视这一块 那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在神经内科或是心脏内科的学者 他们也有发现说 真的在空气污染突然间增高的时候 你其实脑中风的几率是可能会增加 所以还不止眼中风了 你还可能脑中风了 有可能 然后其实心肌梗塞的几率好像也会增加 所以听众朋友听到这边记得 这个空气污染很严重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到公园去跑步啊 真的会有印象 你不要说我每天跑步跑习惯了 我一直晨也要跑 晚也要跑 我讲真的 我看到很多人 那个年轻朋友啊 不管什么年纪 空气污染很严重的时候 还在跑步 我真的替他们健康很担心 那我要告诉你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撇步 就是其实在我们研究里面发现说 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子啦 还有分人的体质的问题啊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还有再特别去细分哦 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有高血压 对 他有糖尿病 三高族群的 高血脂 对对对 或是说本身是65岁以上 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比较老人家的族群的话 它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你是说眼中风 眼中风的部分 或各类中风疾病嘛 对不对 各类中风疾病有类似的趋势 所以基本上当然年轻人的代偿力还是比较好啦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 高血脂 或是是比较老人家的族群的话 你就更要注意 真的 其实现在很方便 你打开来Google一下环保署的那个空物监测 或是其实新闻上 那什么黄色的橘色的你就别出门了吧 会建议说要拿捏一下啦 尤其是运动 户外运动的话 更要特别注意 没错 因为那个就是你吸收养的量会更大吗 会受影响 那郑医师您刚刚讲说眼中风 就是我们眼睛突然就瞎掉了 黑掉了 对不对 那跟空污气污染 根据荣种的研究 结合环保署的资料是绝对有关系的 对不对 好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污染物 很明确的会让我们增加中风的记录 因为您刚刚也讲了 不是只有眼中风啊 甚至会造成其他性的中风啊 脑中风都有可能啊 对 脑中风有时候一中风人会瘫掉了 这个半身不随了 或是说变植物人了都有可能 这都是蛮重大的疾病 对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 那我先说一下国外的结果 国外它是针对脑中风的 脑部中风的研究的话 其实是几乎全部都有 包括我们最关心的悬浮粒子 像是PN2.5或是PN10 或是一些像是二氧化氮或是二氧化硫或是一氧化碳这一些 其实通通都是有关系的 那汽车 机车排出来的废弃大概就是这些吗 对大概就是这一些 那我们国内自己研究做起来的话呢 主要是看到二氧化氮跟二氧化硫是很有影响的 这样子 那就像您讲的 其实这些东西它基本上就是从我们平常的 气机车废弃来的 或是从一些燃烧物来的 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里面还有一个 我们平常常常忽略的地方 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啊 其实你在家里煮饭的时候 那个瓦斯炉 或是说当然现在没有人烧炭了 或是你去烤肉的时候 有啊你去吃那个炭烤的话还是烧炭啊 就是比如说大家去烤肉好了 其实那个东西它如果燃烧不完全的话 它其实也是会释放一些空污的 会啊 那其实在你去看那个世界卫生组织WHO的guide line里面 它其实有很大一块在空气软这个部分 有做很大的探讨 那台湾当然因为台湾很险阱 但是其实在世界的其他地方 还有很多人他还是在烧煤油 或是他还是在烧炭来煮饭 那对这一群人来说 其实室内的空污也是一个很大的来源 你可以想象说你比如说一个家庭主妇好了 你说他常在路上走的时间 跟在家里待的时间哪一个比较久呢 其实是家里在家里面而且他每天三餐要煮饭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室内的空污这一块啊 其实是比较被大家忽略的 对啊我们刚刚一直在讲户外的污染户外的空污 我们其实忘掉了 其实室内有时候空气搞不好更脏了 有可能 不过我想台湾应该相对好一点 因为至少我们在家里没有烧煤球嘛 对对对 早年的时候 我大概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是三十年前去上海 那个上海还家家户户啊都是烧煤球的 煮饭没有瓦斯炉的三十年前上海 是真的 他们都在那个公寓的门口 它就是四层楼五层楼的公寓嘛 那就家家户户都是在门口烧煤球煮饭的 所以那个公寓啊 那个楼梯间啊就是大烟囱啊 整个墙壁四面都是煤灰啊 你根本不能去碰到你一碰到的话哇那个白衣衬衫就整个黑掉了 它真的是蛮严重的 就是他们没办法 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是那样的 但你看到三十年大陆其实进步了很快了 这个已经没这种事 但是刚刚正医师所讲的的确 你看东南亚很多相对比较发展晚近的国家 他们其实煮饭还是在烧煤球啊 那这样就影响会蛮大的 对好 所以说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啊 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讲到呼吸道的问题啊 或是说你谈到一些比较表征的问题 其实空气污染的问题是面面都在的 而且它会深刻的从我们人的各器官啊 影响到我们人体 那那正医师 您现在临床上面碰到这种眼中风的话 你怎么在第一时间判断它是眼中风呢 它有什么样很明显的表征 因为因为市民有可能很多问题嘛 对不对 那你怎么第一时间可以判断说 那你这个可能就是眼中风呢 我刚刚讲的这个中心视网膜动脉阻塞 它其实相对来说还算是一个很直观的疾病 什么叫做直观呢 就是基本上眼科医师他一散瞳看他就知道了 点散瞳计可能可以就看到了 对我们直接看那个视网膜的颜色 平常视网膜是很漂亮的粉粉的 因为有血液是红色的嘛 粉粉的红色 但是如果他的血管堵住的话 他会变成一片惨白 就是你会看到手腕变成白色 这样子 那久了那个眼睛的眼球细胞不就死掉了吗 没有氧气了 是不是会这样子 的确是这样子 那其实就像是我们说 其实中风大家会说 比如说现在在几个小时之内 有机会的话可以打一些血栓溶解剂 那其实当然 这可能比较牵涉到医疗的部分 我就大概讲一下 那基本上大家 大家如果突然看不见 一定是赶快去挂诊所 或是看急诊 那如果是这类病人的话 大概都会转到 比较大的医学中心来 对像是我们医院这样子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选择 比如说瞬间改变眼球的压力 看看他的血栓 是不是因为压力的改变 他就可以跑掉 那或是说可能也可以 请放射科的专家 他去做血管导管 那直接把导管伸到 眼睛的小动脉后面 那也许可以直接打一些血栓溶解剂 或是试试看 可不可以把那个血栓推掉 那或是有些人 他可能可以试试看 打肋固醇 甚至是高压痒 但是基本上这个病 他一发生就 就蛮不好的 所以其实这些 会会到无可挽回吗 视力无可挽回的地步吗 很有可能 就众生失明了 有可能 所以就是说 当然大家赶快到大医院来 那医生也会就你目前的状况 跟你讨论 因为其实我刚刚讲的一些治疗 他可能也是有他自己的风险的 这样子 OK好 那等一下我要请教郑医师 就是说这个眼中风有没有前兆了 这个因为你刚刚讲说 一旦得到眼中风 大概你这个视力无可挽回的几率就很大了 虽然说刚刚讲的有一些手术的方式 可以某种情况试图去挽回你的视力 但是我们都不希望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前兆 以及怎么预防 还有就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的眼睛 这个等一下我们回到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来讨论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北 农民总医院眼神经科的郑慧珍 郑医师 我们今天有直播 等一下六点半的时候 我们开call in 听众朋友 您有任何眼睛的问题 想要请教郑医师的话 您可以call in进来 等一下我再整理一下 帮您来做一些整理 跟请教郑医师 同时我们今天直播 所以您可以在我们脸书 粉丝团下面留言 你有任何的眼睛的问题 或是说对我们今天谈的话题 有什么想法 你都可以留言在下面 我是阮木华 等一下我们就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谈的是 空气温暖跟眼睛常见的疾病 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 就变成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今天生活与财富 我们请到的是台北农民总医院 眼神经科的郑慧珍医师 郑医师是 荣总专门负责眼神经部分的专科医师 那刚刚郑医师有谈到说 其实荣总结合了环保署的资料库 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 就是说空气污染 台湾的污染源 主要是哪一些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影响 那其中有一个很麻烦的疾病叫眼中风 一提到大家就感觉好像眼睛前面一黑 为什么呢 因为眼中风的确你眼睛前面就会一黑 你的视力会完全的消失 当然我刚刚有请教郑医师 这个眼中风是两个眼睛还是一个眼睛 郑医师跟我讲说通常不会出现在两个眼睛 大部分就是一个眼睛 这个没有没有这么衰的情况 但是呢得到了眼中风 基本上视力要回复的可能性很低 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开玩笑的疾病 好那我们今天有call in 所以我们开放call in 0283693398 听众朋友你有任何眼睛的问题 眼睛方面不舒服啊 或是疾病的问题啊 请教郑医师的 你可以打call in电话进来 或是说在我们脸书粉丝团下面留言 刚才已经有朋友留言了 说眼中风打了一针之后 还要不要再继续打 我刚有这个请教郑医师 因为郑医师说那打是什么针 这个你写的没有很明确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好那其他的留言 我等一下再请教郑医师 那郑医师我请教你 这个眼中风有没有前兆 其实大部分人他不一定有前兆 但是有些人他可以感受到说 有些人他会比如说 其实在发作之前 他可能就好几次眼前突然看不清楚的状况 那可能他维持几秒钟就过去了 那这可能暗示说你的那个循环已经开始出现有点问题了这样子 我们那个学理上 他突然看不清楚的状况是像那个闪过眼睛有那个闪电的感觉吗 有些人他会突然间整个眼前黑掉 然后几秒钟之后就好了 我们叫做暂时性的黑蒙这样子 那他有可能就是在暗示你说他就是血管的循环没有这么好 所以他比如说突然塞住了你就看不见 他又好了所以你又看到了 可能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其实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一定有前兆 我们有扣音进来了 刘小姐您好 刘小姐您好 我请教医生 我的左边是青光眼 然后在眼底有长 那个黄麻布那里有长膜 所以我会很不舒服 尤其这一个多月来 我常常眼睛有发热的感觉 那我的医生告诉我说 我可能要找另外一个视网膜那一方面的医生 可能我这个方面不是用打针 是用纏筒刀 那什么样的情况我应该要选择开刀 这个风险会不会很大 好 那我们另外一通一起接好了 王先生您好 王先生 喂 是王先生您介绍您请讲 是 软大哥你好 医生你好 我想问一下 我是一个那个工程师 那需要长时间的盯那个电脑 那我最近发现我眼睛的那个 绯纹症啊 感觉好像越来越严重 那我的问题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绯纹症这个东西 他有办法就是 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改善 或者是治疗 那他形成的原因会是什么 那我们未来应该要如何去注意 这件事情 了解 好 那我们先从刘小姐的问题回答 王先生您稍等一下 我们先回答刘小姐的问题 我们先回答刘小姐的问题 听起来刘小姐您其实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青光眼 然后第二个听起来 您应该是有黄斑布皱褶的问题 那第三个您常常会眼睛不舒服的话呢 其实青光眼跟黄斑布皱褶 它影响到的是视力 其实它并不会让你觉得 感觉到不舒服 他说热热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种不舒服的状况 通常是眼睛表面在发炎或是感燥 所以第三个问题可能是解膜炎或是感眼症 那详细状况可能要看了才知道 那了解眼睛问题蛮多的 所以您大概是分成三个问题 那就像我讲的您的热热的感觉 大概跟青光眼或是黄斑布皱褶是没有关系的 那再回到说 您刚刚提到说眼睛什么样的状况下可以打针 那大家常常讲说打针打针 到底是在打什么东西呢 那基本上大概有两大类可以打 第一个是所谓的肋骨唇 那第二个是一个药 它就叫做抗血管新生因子的一个药物 它基本上的作用是拿来消水肿 跟改善血管的通透度 你可以直观地说 它就是像是一种消肿针 那所以消肿针消肿针 它基本上就是你要有黄斑布水肿 它才会用来打这个针 那黄斑布皱褶的话 也有医生他可以试试看 因为黄斑布皱褶 它有时候会伴随有一点视网膜的水肿 你可以试试看打针那个水肿会不会消 但是基本上很厉害的黄斑布皱褶的话 它基本上就像是你 比如说你的一层衣服好了 它本身是很光滑的 但它现在皱在一起了 那基本上还是要用手工的方式 用人工的方式去把它撕起来 哦 撕掉啊 对对对 所以它基本上还是要解决根本的话 还是要用开刀的方式啦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这个病它的特性就是 它是长了一层皱皱的膜 对 所以刚刚了解说好像是膜嘛 对对对 所以你要治本 你要治本的话就是要把它撕掉 整理一下这样子 而不是单纯用打针的方式这样子 所以它也算是一种黄斑布病变的一种病变吗 对对对对 也算是 对对对 好 另外飞纹症的问题 王先生 他是工程师 是长期看荧幕的 是 那大家所谓的飞纹症它到底是什么 大家可以想象眼睛它是一个水球 对水晶体 水球里面的话呢 它装了一些水或是一些像是果冻的东西 大家可以想象说眼球它大部分后半部是装了一团果冻 那那一团果冻呢 它其实随着你的年纪的增加 或是说随着一些 没关系 或是说其实高度近视的人也比较容易 就是有时候呢 那一团果冻 它可能会有一些小杂质 它会纠结成块 那它在里面纠结成块的时候呢 当光线通过的时候 它就会被你看到 就好像飞纹这样子 对对对对 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描述 有些人觉得是飞纹 那有些人觉得是像玻璃纸一样 那有些人觉得是线条 那每个人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一般所谓俗称的飞纹症 有时候看起来 是不是对天空看特别明显 对透空这样看 好像那个毛毛虫这样子走来走去 特别明显 对对你可以想象说 它就是在眼镜面杂质嘛 所以基本上光线强烈的时候 它就会投影在视网膜上 所以在光线强的时候会特别的明显 那有时候就飘走了 那它其实一直存在在那边 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它好像不见啦 那是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大脑 它会帮我们做选择 在一个固定的东西都没有动的时候 我们大脑它可以 有时候会帮我们过滤成背景 所以你可能觉得说 它有时候就不见啦 但有时候又跑出来了 像是光线强的时候 它就跑出来了这样子 所以这个叫做飞纹症 对它其实always there 它一直存在的 那这个东西通常啊 你跟眼科医师说 我有飞纹症 他通常会跟你说 那我们来散瞳看看 那这个散瞳看看是要看什么呢 这个玻璃体 它就是中间的果冻嘛 它的下面就是我们最下面的视网膜 就是大家常会说底片的地方 一个最重要看视力的地方 其实我们要检查的是下面的视网膜 因为它们两个靠在一起 春齿相依 有时候比如说玻璃体退化突然变多的时候 其实是它隔壁的视网膜出现了什么问题 像比如说破洞啊 还是有出血啊 的其他问题的话 都会用飞纹症来表示 所以其实眼科医师他要检查的是 是下面的视网膜的部分 所以飞纹症的成因很多啦 它基本上你可以 它是一种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生理性的退化这样子 那得到飞纹症怎么办呢 刚刚王先生讲说 跟他长期看荧幕3C产品有关系吗 这个关系很难讲 但是通常有近视的人 或是高度近视的人 他会来得比较早 因为其实每个人 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飞纹 只是说 对啊我自己都觉得我有飞纹 其实我自己也有 你也有 就是我们的果冻上面 多少都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他就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被你看到 那只是说来得早或是来得晚 或是多严重的问题 对不对 对那但是像我刚刚讲的一些 我们担心的 像比如说眼睛突然出血的话 那个血管破掉了 血流出来 流到那个果冻里面 他就会变得更多团 有时候像是下雨一样一大片 哇那就很严重了 那个就是病态的 那他那个可能其实是出血 所以还是会跟你说 如果您有新的飞纹的话 拜托还是要去给眼科医师检查一下 可不可以改善了 可以改善吗 讲到治疗的部分 一般眼科医师看的时候都会跟你说 你就跟他和平共处吧 那如果其实在国外真的有 有人他真的非常非常受不了 很想要处理的话呢 那就是去开刀 就是去开刀吧 用做玻璃体切除树 玻璃体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团果冻 把它清掉了 但是说玻璃体清除树这个东西 它毕竟它跟视网膜很靠近 所以其实它的开刀的风险 还是比较大一点的 跟一般大家常说什么白内障 开个十分钟就结束 那个不太一样 哇这不小心就是可能会碰到视网膜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说一般来说 觉得CP值比价不是这么高 但是如果真的真的非常困扰的人的话 在国外也是有人是真的就去开刀 好 所以王先生最好还是去看一下眼科医师了 确定有没有其他问题这样 那郑医师 我们一般讲换人工水晶体 是不是就把这个果冻换掉 不是 不是那是什么 真是没有画图给大家看 对对对 好没关系您就口述吧 我口述吧 好不好意思哦 对对 好 好吧 来我们来看眼睛的水球 好 所以 我们这边没时间 让您这个 我们这边先 我们45分要进广告 等一下 哇 见光拿黑板来了 等一下 等一下郑医师您画一下好了 听到没有可以看一下直播 我们等一下 回到节目现场 那个 我们请郑医师画一下眼睛的构造 OK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好 郑医师刚刚利用广告期间 已经把眼睛的构造画好了 好 郑医师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吗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您要看郑医师的图的话 您一定要上网 看我们现在 那个98 官方粉丝团的脸书直播 你会看到郑医师的 现在目前 现在在黑板上面 所画的这个眼睛的情景 郑医师 我们访问的是台北农民总医院的 郑慧珍医师 郑医师 您刚刚要讲这个水晶体的问题吗 好 这是我们眼睛的一个构造剪图 这个是大家前面 前面看到的地方 这个是所谓的 所谓的前面的透明的 刚刚说是角膜的地方 那刚刚讲过眼睛是一个很大的水球 那中间这一块就是装满了果冻 就是刚刚讲的玻璃体 就是飞纹阵 对对对 飞纹阵杂质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这个是视网膜 后面连出去是视神经 那前面这个角膜 角膜进来的地方呢 这个地方叫做前方 它装的是一些水 那一般来说的话 所谓清光眼压膏 可能就是这里的水太多 这样子 那再往后走呢 这个圆圆的东西 它就是水晶体 它基本上就是像 它就是一个很厉害的透镜 就像是你的眼镜 但它是一个2000度的眼镜 做得这么小 放在你的眼睛里面 这个是我们的水晶体 所以这个看近看远就靠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 它旁边有一些旋刃带会把它hold住这样子 所以在从前到后 脚膜 水晶体 玻璃体 后面是视网膜 然后就是视神经 所以白内脚就是在水晶体的这个地方 了解 好 所以您刚刚讲说 果冻有出问题 绯闻症 如果要去去掉那些杂质的话 要在这边动手术 有可能会是伤害的 可以在这里开个洞 然后去把它清掉 但是因为下面就是视网膜啦 所以这个到它的风险性 一定是比白内脚来的高啦 了解 那不过我想 因为症状毕竟每个人的解读不同啦 所以你可以再跟你的医生讨论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刚才在 好谢谢 你把这个板子给放下 刚才有好多问题 在我们的脸书粉算上 我帮听众朋友问一下 他说预防蓝光对眼睛的影响 怎么样预防蓝光 好 基本上第一个 其实蓝光啊 它是存在在自然光里面 它其实在我们 我们看到的白色光 它其实是用很多很多颜色光 混合成白光的 所以其实第一个 第一个大家 我们在讲蓝光危害 其实第一个蓝光 它其实在我们的生理上 本来就需要 对 那我现在讲 我现在讲一下蓝光的好处好了 蓝光其实是生理需要的 它其实跟我们的睡眠有关系 对 所以其实 有人做过研究 如果是蓝光 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时钟 那可能会让 让有一些人 他因为生理时钟被打乱了 可能睡眠上也会出现障碍 所以那个永昼永夜的地方的人 常常睡眠不好 是跟这种 有关系 没吸收到阳光是有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 然后里面其实跟蓝光有关系 原来是这样 好 所以其实第一个 其实你还是需要一点点的蓝光 因为它本来就是生理性的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讲说蓝光很可怕呢 对 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工的灯啊 各式各样的灯具 那因为灯很亮 比一般的自然光还要亮很多 所以其实里面的每一个波段的光 它都被加强了 然后包括蓝光 那或者说我们现在有手机 手机萤幕这么小 其实它的单位发光量非常的大 所以它其实手机的亮度是非常非常亮的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所讲的光害 其实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说 其实这个光的强度已经远比我们自然光来的强很多了 了解 那现在我们回来讲蓝光危害好了 蓝光危害主要目前是在一些动物实验上有发现 那比如说是小老鼠好了 你给它照超级强的蓝光 超级强 比你的手机还要强好几百倍的那种蓝光 它的黄斑部会出现病变 那当然你知道你平常不会像小老鼠一样照了一百倍的蓝光 但是你可以知道说真的很夸张的时候 它是会对黄斑部造成伤害的 所以我们再反推回来说 那在人生上怎么办呢 那其实基本上有 我们现在知道过量它可能会不太好 那你就可以用一些方式 比如说像是有些手机很贴心 它会有一些绿掉蓝光的模式 它可以把它里面蓝光的波段减少 那或是你可以有很多抗蓝光的一些贴片 不论是你贴在电脑萤幕上或是手机萤幕上 有不便宜哦 那个笔电贴一贴要上千块 这么快 对啊 我贴它 我贴过啊 这个我没有 真的 你去那个 你去那个三西店那个老板都会推荐你 你眼睛要贴贴这个蓝光哦 有些人是戴那个绿蓝光眼镜也可以 那我觉得一个最方便也是最便宜的方式 大概就是你把亮度调低一点 你就是不要接受到这么高的强度 了解 手机把它弄暗一点啦 对对对对 那或是说你真的看手机的时间不要这么久 因为我刚刚讲过 其实萤幕越小的东西 它单位的强度是越高的 而且不要在极黑暗的环境下看手机 对不对 对因为那种你瞳孔放大 你就刚好接收到更多的光 对 你瞳孔一放大 你等于说让更多的蓝光进来 对就全部都进来这样子 小弟我戴的眼镜就是蓝光镜片 但是基本上现在几乎所有镜片都有这个功能嘛 不一定哦 抗紫外线一定有 但是抗蓝光要特别去加这样子 了解了解 所以这个保护眼睛 譬如说出门戴太阳眼镜是绝对必要了 真的真的建议 那另外也有问题就是说 他说他眼皮一直跳跳跳了一个月了 这个是不是眼中风的前照呢 第一个他大概不是眼中风的前照 那不过所谓眼皮一直跳 他通常是神经不正常的放电 就是你的神经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一直放电让眼皮跳 那有可能是比如说睡眠不好 或是一些情绪上的压力 有可能 但是我们通常会观察一阵子啦 如果你还是跳不停的话呢 有些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检查一下脑部 这样子 因为毕竟神经都是从脑部走过来的 对一般眼皮跳就跳个几个小时 顶多跳一天就不会跳了嘛 对不对 大概几个礼拜内我觉得都还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是好几个月的话 他说快一个月 可能还是要来检查一下比较好 那当然还有些 比如说你其实眼睛不舒服 他也会一直跳 好 所以我们大概来的第一步 会先给你一些眼药水试试看 了解 好 那眼睛 有老花的症状可以戴隐形眼镜吗 可以啊 其实现在有那个老花的隐形眼镜 老花的隐形眼镜 对对对 可以特别去买 好 所以是可以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特别去问一下眼科医师 那另外我们因为朋友50岁看笔电一个小时之后 眼睛没有办法对焦 焦距对不清楚 这是什么症状 第一个问题可能要问说你有没有戴老花镜 因为基本上每个人到40岁以上 大家都会有老花眼 只是程度高还是低而已 但是你看镜的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看 你硬撑着还是可以看 但是你可以想象说你硬撑着 你的那个可以看的时间就是比较短 因为你就是很用力去看嘛 那你还不如就是干脆配一副老花眼镜 使用的时间比较久一些 所以第一个可能要问问看说 您是不是已经有配用老花镜在看了 那另外就是说 在专注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眼睛的眨眼频率是会下降的 那这个时候肝眼症跟不舒服其实会更明显 好 还有听众朋友问到说眼胃不正要看哪一科呢 眼胃不正的话通常大概是看小儿眼科或是神经眼科的大夫 他们会也一起看血识的部分这样 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哦 这个可能大家都可以听一下哦 就是说40岁了哦 这个3C不可避免之外哦 眼睛保健要怎么保健 或是说吃什么 这个曾医师跟我们谈一下吧 眼科医师是不是特别会保健你自己眼睛呢 呃眼科医师都在工作 开玩笑 那个哦 对 这个讲起来就往往会变成大妈 对 没关系啊 你就暂时扮演一下大妈吧 对我现在变成正大妈 这个哦 大家哦 不要熬夜 嗯 要运动 对 我跟你说很难做到 但是你还是要强迫自己 像我现在也会强迫自己要 不要熬夜就减少用眼的时间嘛 对还有你真的熬夜的时候 你其实全身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 然后多吃蔬菜 我真的很像大妈 对 但是这个讲一讲其实要做到不容易耶 对 对然后真的要强迫自己 你不要熬夜就每天你11点以前要上床啊 没有那么简单 对呀这很不容易啊 但是鞭策一下自己 因为你的身体还是你一辈子的保障 那运动什么样运动对眼睛比较好的 呃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 对增加你身体的那个带氧量 这样子 然后就物理性的话呢 当然你出去大太阳下 真的建议要戴那个太阳眼镜 其实就是光害 跟刚刚蓝光的概念有点像 你就是减少外界对你眼睛造成的光害 然后另外其实现在很多40岁的人啊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都有耶 所以其实大家平常哦 健康检查可能还是要 应该有些公司会安排 就是还是要注重一下自己的身体 如果真的有山高的话 要认真的控制这样子 好 这个眼睛平常哦 你都觉得他很健康哦 都不太关心他哦 但他一旦生病起来哦 你就很麻烦了 看不到东西你就惨了 非常谢谢 荣民总医院郑惠珍医师 谢谢郑医师 谢谢